比奇林安部落小朋友的表演 及著名原住民歌手林文的歌唱秀 特别为开进记者会热闹开场 接着一万部落头目以阿美族的祈福一室 为剧主题开拍向祖银祈求保佑 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制作的新歌的旅途人生剧展 由艺人吴军三任导演 描写他的大舅到中国重军后 回台湾返乡寻庆的真人故事 描述战争带来家人离散的影响 想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不只是成功有这样的故事 其实我们全国很多有日本兵 还有高杀勇军都有同样的状况 就是想要跟大家诉求的是 其实原住民是很单纯的 有时候会觉得是 我们到底为谁而战术 我在这个剧中是要抒发 要想呈现了真正的一个里面的内容 戏剧里面提到很多的历史 很多原住民在国共列战时期 很令人心酸 但是又让人感动的故事 那我们希望用这个戏剧 在未来在纽西兰 在欧洲 德国影展 还有加拿大影展 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戏剧 让全世界能够清楚知道 听到台湾过去这段历史 片中特别结合了 众多的原住民文艺工作者 及演艺人员一同参与 和邀请资深演员李明德演出外 连国策顾问艺人 白冰冰也在片中登场 另外还有一位阿美族的 王世冠外号铁板 是曾经参与过 陈龙电影中的武打人 李明德也特别提醒演出 老兵条段 听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心里面除了感谢之外 真的感谢上帝 又没有这个机会 能够把原住民族的 这个故事过程 让世界会给人知道 我从中国大陆回来 所以怕使几年的时间 所以我的小国来 找我的盘啊 很感谢我母子做 那给给我一个机会 然后演出这个 一个西林 这个阿代 那个阿代到 阿美族发现 那个新去阿代 新各的旅途 这出西剧 80%都将在台东的东海岸取景 预计10月份在原市播出 记者法务台东成功 采访报导